好,你先幫我放開看嗎? 好,你先幫我放開看嗎? 現在是每秒30次 對,每秒30次的對焦預算 好,那幫我辦按看嗎? 那現在變成每秒60次 是 那它這個對焦點 有大有小,然後有時候會很多核 那是什麼? 因為它本身有機緣到所謂的247個對焦點 對 遍布整個區域大概好像是70 所以當它如果是說 它可能轉身,背對的鏡頭 沒有辦法針織到臉部眼部的時候 它就會有不同的對焦點 對焦在物體上面 它一樣都是有做持續對焦 那就是看它說它抓到的是眼睛 或者是臉孔 或者是其他的部份 好,那它可以做連拍這樣 好,你第一次 這樣是GFM 一樣這個速度大概就是每秒20張 20張 它速度上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看一下成果 看一下成果 看一下成果的部分 這邊其實可以讓大家仔細看一下 我們可以放大其中一張嗎? 可以 那它這個連拍它的解析度大概多大? 解析度的部分其實都還蠻清楚的 就是我們的1200萬畫素 看一下細節的部分 稍等我一下 沒關係 我們到箱部分 好 好,非常大 OK 那我再問一下它這個功能 是CAMERA PRO 它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幫我們再介紹一下 CAMERA PRO它其實 POTO PRO的部分 它可以去做的功能非常的多 然後跟觸位相機的 男眼拍照界面其實也很相像 那如果說對於客戶來講 它其實在拍照的部分 它也可以開啟所有的自動對焦功能 那這樣時候 其實客人它就不用擔心說 它的物體移動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它不會到 它其實這個時候它就是全時對焦了 那這時候它只要作動 想安排嘛 它就可以去做完整的拍攝 或者是說它今天想要拍的主體 它想要固定 任何的功能 它其實這邊其實可以調整的速度 數值參數其實都會比較完整的方式 那包含它還有一個特別的鎖定功能 你就針對於說可能下雨天 或者是說我可能是要在水中哀罩的時候 它也可以去做一個鎖定 那這時候其實快門鍵還是可以去做鎖定 那畫面就不會被誤觸到啊 或者不小心水滴噴到 造成說因為你誤設地沒有掉 或者不保護的傷害 這也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最好的 那鏡頭的切換 它也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做不同的鏡頭切換 或者是說我可能一天拉遠拉近 它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調整 就是以手持的部分拉遠拉近 它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 很聰明即時的一個設定 在這個地方可以去做鏡頭的切換 這也是可以讓消費者 直接在這個地方去做實用的 網角啊 或者是標準啊 或者是網園 OK 是 好 謝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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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